我的同仁却是必须用胆怯的眼光在现场工作 这是什么道理 他们为什么要承受这些痛苦 所以有人说 停电这个议题换掉一千个我 没办法解决 我跟各位报告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坐这个位置 坐在电力公司的任何这个位置 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次必然发生 必然发生 就像你开车 可以保证这台车在路上走 不会停电吗 不会抛锚吗 当然全新的说不会 开了五年十年之后 你敢保证不会抛锚吗 可以事先知道吗 对不起做不到 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 这是几率问题 而台电在过去这十年 我们的停电次数降了七成 所以我们知道要改进 我们也承认我们停电不好 要道歉 但是不应该这样被驱逐 我辞职 其实很重要一个因素 是在星期四 我站在咨询台上 委员在咨询 要部长道歉 为桃园地区的一个亏欠 四千户五千户的停电道歉 我那时候心里想什么 如果要道歉 我天天道歉 天天要道歉好多次 这合理吗 尢尢尢尢尤C